NBA修赛期仍在继续,各支球队仍在积极进行小修小补工作,力胜心赛季助队战绩更上一层楼,前段时间,火箭队的二号二大交易送走八千万天上安德森,成为了关注的焦点。 而随后,关于新元奈特的居留问题同样值得关注,此前,外界猜测火箭队将会用延伸调款,裁掉新元布兰登奈特,球队此举将会减少薪金加奢侈税和积2733万美元的支出,而近来,球队为了增加阵容深度,管理层已经证实了不会送走这位伤病缠身的一线后卫,新赛季将以保罗的替身登场。 球队既然莫雷今天在接受采访时候也高度评价了新元,显而易见,留下奈特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,奈特是一位出色的三分射手,克里斯的运动能力,将很好的扮演篮下中结者,他们在得帅的体系下将最优化。 莫雷收访时候说道,但只得一提的是,目前球队空位线上,已经有了保罗和麦卡威,在保罗占据大量出场时间的情况下,留给奈特和麦卡威的出场时间并不是很多。 据印生涯至继六个赛季,奈特和麦卡威出战382场比赛,场均可贡献15.2分4.3助攻3.3篮板0.9场段的数据。